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江老师您好 你好你好 我知道您过去呢 已经去过很多国家演出 那么作为我们华越音乐会的艺术顾问 您觉得我们这台晚会 跟您之前参加的那些晚会 在意义上有什么不一样 说起这个呢 我觉得要反倒是要非常认真的来说一下 因为以往呢 我们到世界各地区演出呢 都是在国内选拔非常优秀的艺术家 组成一个非常高质量的团体 然后呢去表演 演出本身呢 对我们来讲呢 应该是在个人每一个领域里面 都是出来拔萃的 所以在音乐和艺术的这个呈现来讲呢 应该都是属于上层的一个表现 因此呢 我一直比较习惯于呢 是一个算是精品团队的这样的一个表演 而我们这次这个中国风呢 是完全在波士顿这样的一个区域里面呢 去选择适合这场音乐会或者是歌舞晚会的这样的一些节目 同时呢 也希望通过当地的这些外国人 他们呢 通过喜爱 通过了解呢 去表现或者是演绎中国的作品 我觉得这个难度呢 非常大 就是并不是说我们 把我们熟悉的一些曲子拿出来表演了 而是有一定的主题性 所以呢 我也了解到在波士顿这个地方呢 像这样的一个新年音乐会呢 应该也算是比较首次 而且呢 这场音乐会的有几个亮点吧 我认为 这个音乐会呢 实际上呢 用过我们中国的春节的传统习惯呢 我们中国传统习惯都要挂春联 对吧 对上联 会有下联 那整场音乐会呢 我们也把它分成了一个上阙和下阙 在上阙呢 可以说是上半场呢 我们会有一些非常精品的节目呈现 每一个精品节目 我在这里呢 就简单的就是说一下 像手风琴 就是巴扬手风琴这样的一个表演 大家会对它有一些传统的一些 一些这个叫概念吧 但是听了这个音乐会的手风琴的表演呢 你会完全刷新 让大家对这个乐器有一个全新的一个了解 然后像乌特尔的钢琴 我们对钢琴的了解当然是非常熟悉了 但是用钢琴来描写中国的音乐 或者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乐器通过它的肢体 它的和声和它对音乐的理解展现出来呢 我觉得是一种完全不一样的一种体会 就世界整个音乐发展来讲 大多数呢 都是西方音乐为主 我们中国大量的音乐家都是去演奏西方音乐的 那西方人非常有这个优越感 因为他除了可以欣赏自己民族的人演奏自己的音乐以外 还可以去感受来自于不同民族的人去演奏他们的文化 而这场音乐会最大的一个点呢 是让我们感受到一个来自于外国人去演奏中国的音乐的 这样的一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性的一种对比 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很有趣的 而且呢 这种尝试呢 我认为是非常有价值的 也将开启一个的中国音乐走向世界 世界音乐家关注中国音乐的一个全新的一个思路 那这次的上半场的我说的这两位音乐家呢 都是非常顶级的 我在这里呢 不做更多的这个介绍 我希望大家有机会现场去看一下 那上半场第二个亮点呢 就是我们每一个节目呢 这个编导群体呢 都非常的用心 他们在每一个节目上呢 都紧紧围绕着中国年这样的一个主题 都希望呢 在一个非常祥和美好的这种环境中呢 去让大家感受到 我们仿佛又回到了中国 我们仿佛又回到了我们熟悉的那个节日 所以在上半场呢 我们会在人文情怀 在情感透透这个这个融入 以至于这种节日的这种气氛中呢 会在每一个节目中都会融进这样的 唯有中国人才能够体会到的 丝丝的这种相情 那上半场的节目呢 应该是丰富多彩 搭配呢 也是非常的这个 这个合理和这个巧妙 相信呢 可以在这种安排中呢 感受到不一样的这种 主办方的一种用心 那下却 可以说下半场呢 可以是 领域会的一个亮点 我们请了波士顿 这里这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 老外的一个乐团 这个乐团呢 大多数都是比较资深的音乐家 他们呢 除了演奏 在新年必备的这些曲目以外呢 还专门准备了一些中国的作品 我觉得这就紧紧的把 西方的传统新年 和中国的传统春节 就非常这个巧妙的 或者是说非常这个智慧的 融合在了一起 所以呢 下半场可以说是高潮会叠起 大家可以在一个标准化的 新年的专场 专业音乐会的这种氛围下呢 感受到来自不同的中国 的这种运位 这也是主办方就是一直下了很多功夫 去思考的这个点 总之呢 这场音乐会呢 虽然可能在以往 没有这种形式的表现 主办方呢 也做了很多的这种 全新的这种尝试 我相信呢 这个很多事情都是需要不断的去 去探索的 那这场音乐会呢 我非常期待 它可以取得非常圆满的成功 同时呢 也希望呢 也通过这场音乐会 让大家呢 对中西方音乐的融合 对过怎么样在国外 过好一个中国年呢 找到一个更有趣的 这个全新的方式 希望大家呢 能够到现场 去感受这样的一次精彩 找到回家的感觉 陈老师 感谢您一直以来 对我们华乐中国风 这个音乐会的支持和指导 那如果您以后能经常来波士顿 我们也希望得到您更多的指导 那今后 您对我们华乐中国风 还有哪些期待呢 其实你客气啊 就是指导谈不上 其实我觉得所有在海外的华人 华侨 都有一颗这个向往祖国的一个心 这种向心力呢 实际上是我们每个人 就是内心的那一个故土之情 因为任何人都有故土之情 无论是老外 他的祖籍国 他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那这种 对这种故土之情呢 实际上是掩埋在我们内心身上 身处最深的那样的一种情怀 那有了这种情怀呢 再去这个表演 再去用音乐的形式 用舞蹈的形式去诠释 这样的一种一种艺术呈现的话呢 我觉得它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 对我觉得看海外华人华侨的表演呢 更多的呢 是在情感方面的一种真诚 这次的音乐会呢 我觉得将会是一次没有悬念的 真诚的情感流露之夜 但是呢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未来呢 这个华月之风 中国风 本身这三个字呢 它就不是静止的 对 它是一阵风 它要到处去吹 它要去刮遍各个角落 它要让所有的人都感到这一丝风的温暖 感到这一丝风的亲切 所以呢 中国风这个名字呢 我相信它会越刮 越热烈 然后呢 就传播的会越来越广 我最终的希望呢 就是波士顿 这次我们搞的中国风女院会 然后将会影响全美 将会影响到全世界 甚至于呢 将会让更多的年轻一代 让他们知道 我们中国的这种 文化这种精神 和这种特有的这种情感 是全人类非常珍贵的一种一种遗产 我觉得他们除了受到西方文化教育的同时 去感受一下 来自于我们古老东方深藏赐的这样的一种精髓 或者是这样的一种难能的这样的一个情感的 这个传承吧 我觉得是对他们整个人生的也是一种丰富 所以我也更希望呢 更多年轻的小朋友 和你的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一起去观看这样的一场 谢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